阵地上 爆炸的冲击波震散了弥漫在湿山谷海上的包子云 只见那混凝土碎块与扭曲钢筋堆成的街道上 一辆近十米长 三五米宽的坦克 微然毅立 蹲在防爆掩体后面的 捡垃圾99级 瞪大了难以置信的双眼 用爬满鳞片的手背 反复揉搓着琥珀色的眼睛 卧槽 震惊的不只是它 还有蹲在不远处的戒烟 和西红柿炒蛋 年军坦克 这尼玛是啥玩意儿 那是字面意义上的坦克 它没有炮塔 也没有履带 通体漆黑 棱角分明的车体 看起来相当有科幻感 不过那盘满全身的暗红色年军 还有拖在地上的肥硕处须 却让它看着 像是一只驮着龟壳的蜈蚣 站在楼上的楚光 紧锁着眉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无人机画面中 显出身形的怪物 站在他周围的一众军官们 脸上同样露出诧异的表情 那是人脸的坦克 瓦努斯咽了口唾沫 穿着动力装甲的楚光 一边取下了背在背上的高丝步枪 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你见过 我没见过 但它显然是从市中心开出来的 楚光没有说话 默默地瞄准 随后扣下了扳机 闪烁的电弧在阴叉状的枪管中 一瞬间闪烁 长钉如同闪电轰出 命中了那辆坦克的前装甲 然而 那装甲毫发未损 反倒是一旁的混凝土墙 被轰得四分五裂 裹露出里面的钢骨 未能击穿 楚光皱起了眉头 这离奇的命中效果 让他有种感觉 那根以五倍因素命中坦克的长钉 连一道划痕都没能留下 就好像在接触装甲的一瞬间 被某种东西给弹开了一样 而那辆坦克的反应 也佐证了楚光的猜测 底盘下方的触须缓缓蠕动 拖着这辆血肉与钢铁的融合体 向前蠕动 距离前线阵地只剩下200米 楚光当机力断 下令道 防空炮阵地 20毫米穿甲弹 目标敌方坦克 开火 同一时间 部署在一侧大楼内的两座 四连装防空炮 迅速压低了炮口 打出了一轮骑射 80枚20毫米穿甲燃烧弹 在空中支撑两道橙黄色的火雨 凶猛交错的火力 瞬间地扑向了那辆坦克 光光的撞击声 从前方 侧上方装甲密集传来 年军坦克前进的速度明显未知一顿 然而那雨点般密集的攻击仍然未能奏效 炮弹被厚重的装甲悉数弹开 在战场上胡乱飞舞 其中一枚被摊开的炮弹 搜得插在了混凝土堆成的防暴掩体前面 吓得蹲在掩体后面的垃圾军脖子顿时一缩 妈耶 这怪物的护甲也太离谱了吧 蹲在旁边的戒烟 八成是战前时代的坦克 不远处的狂风神色凝重说道 夜时咽了口唾沫 背景板中的战力巅峰 虽然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淋 装甲的表面略有风化的痕迹 但仍然不影响它对现代武器的绝对优势 别说是20毫米机炮 就算换成穿身1000毫米的现代坦克主炮 恐怕都够呛 更别说背在它背上的RPG 不 应该说是必然够呛 夜时忽然意识到 如果参考废土OL的背景设定 前面这个大家伙才是现代坦克吧 像什么M1 豹2 在它面前恐怕连四号车 P34那样的古董都算不上 最多也就雷诺 马克星那样的棺材板 虽然没了炮塔和护盾 但并不影响它的发挥 藏在里面的年军似乎是将它当成了一栋掩体 利用装甲本身的硬性防护力 朝着玩家的阵地推进 虽然不知道被它接近了会发生什么 但夜时一点也不想尝试 那一根根拖在底盘下的肥硕处须 让看了不少学习资料的 它感到生理上的不适 穿甲没用 得上高爆弹 盯着阵地的正前方 一直没说话的老白忽然开口道 你们看它的底盘 夜时下意识地朝着那辆年军坦克看去 只见那装甲虽然完好无损 但拖在装甲下面的处须明显受了伤 即便扔在前进 速度也比不上之前 显然 指挥官同样发现了这一点 两座四连装防空炮更换了弹夹 很快打出了第二轮骑射 密集的火雨 颇洒在年军坦克的身侧 火光轰然炸裂 纷飞的弹片虽然刮不动那装甲 却将表面的年军刮掉了大半 也刮伤了藏在装甲下方的血肉 拖在底盘下方的触须 受到了重创 不少来不及缩回去的触须 甚至被直接炸成了两截 失去了平衡 年军 坦克车体忽然左侧一矮 当场趴窝在了碎石满地的战场上 动弹不得 探出防暴掩体看着前面 夜时兴奋的挥拳 忍不住喝采道 干得漂亮 看来支配年军的母巢虽然聪明 但聪明得并不完全 那厚重的龟壳虽然能防住炮弹 但一旦失去了动力 也只能望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干瞪眼 不过 那爬满军坦的坦克并没有坐以待毙 一条条如虫状的红色军块从小巷中钻出 朝着那黑血横流的装甲地盘爬去 似乎是打算修复那些被炸断炸毁的触须 他们在试图修履带 与此同时 为了掩护抛锚的节点生物 浪潮毫不停歇地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 一种如潮水一般 从路口、小巷、沿街的门面中涌出 朝着玩家们的阵地扑了上去 新一轮攻势的开始 早已重新补给的机枪手们 纷纷俯稳了手中的水冷马克沁 扣下了扳机 吐吐吐 机枪喷出火舌 嗖嗖乱飞的子弹 朝着汹涌而来的浪潮疯狂扫射 察觉到了那些如虫状的紫实体 试图修复年军坦克的意图 防空炮持续用20毫米高爆弹点着 坦克周围的地面 排击炮弹接二连三落下 每一次火光的闪烁都带走了无数之一种 在玩家们互相配合形成的密集火力网之下 来势汹汹的一种集群 就如同连产收割机面前的水道 一查又一查地倒下 在绝对的火力面前 个人的力量渺小得就像一粒沙 无论是爬行者还是啃食者 都变成了滚动的肉块和豆腐渣 少数覆盖着角质护甲的暴君 能撑住7毫米子弹的扫射 然而在面对更大口径的20毫米骑枪 甚至是37毫米重骑枪的集火时 最终的下场也只有一个 被沸腾的钢铁碾成碎片 蹲在防暴掩体后面的垃圾军 看着好一阵羡慕 他的爪子没办法像人的手掌一样协调 别人都在突突突地打靶 他却只能在一旁看着 妈的 老子都想山号重练了 更换弹夹 夜时抽空调侃了他一句 别呀 你属性这样牛逼 山号重练多可惜 况且也没法开新号 之前有人咨询过光哥 包括能不能预先制作克隆体 节省复活时间 能不能开小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然而得到的回复 无一例外只有两句 技术条件不允许 我试过 但可惜不行 这么庞大的游戏 运营团队显然是经过了一系列 周密且严谨的推演 考虑过各种情况之后 最终才选择采纳了现如今的设定 从光哥在论坛上的活跃程度来看 他在策划团队中 应该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连他都说不行 那肯定是不行了 瞧夜时那站着说话 不嫌腰疼的样子 垃圾军翻了个白眼 光属性牛逼有毛用 你觉得牛逼 我跟你换啊 夜时嘿嘿笑着说 不换 样子太丑了 而且木有小弟弟 鬼才和你换 滚滚滚 你有小弟弟 也没见你发挥作用啊 垃圾军正想损一句回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变忽然发生了 只见一道道黑影 忽然从正前方的街道上空呼啸而过 伴随着嗡嗡的风鸣 越过了倒塌的钢筋混凝土残骸和天桥 撞向了四连桩防空炮所在的楼层 爆炸声接二连三从众人的头顶传来 前一秒还在宣泄着火力的防空炮瞬间熄火 垃圾军猛地抬头看去 琥珀色的瞳孔微微收缩 训报者 不 不 不像是训报者 那是一颗颗灯笼大小的军块 不知被什么东西扔了过来 有的落在了防空炮阵地上 有的落在了前线附近 坠在地上的它们也是毫不啰嗦 身子掀视猛地收缩半圈 紧接着肚皮仿佛发生了化学反应一样 迅速涨大 接着便猛地炸成一片灰绿色的包子云 虽然威力不如训报者 但防不胜防 猝不及防之下 不少玩家被炸伤 甚至当场身亡 曹 老白立刻抬起枪口 朝着头顶扫了一梭子 被步枪打成了筛子 几只军块掉在了地上 一旁的戒烟立刻卧倒在地 不过等了一会儿 也没等到那军块爆炸 他这才重新站了起来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 盯着地上那坨躺着黑色粘液的军块 方长的神色凝重 仔细看去 这颗灯笼状的军块两侧 竟然长着两片半米长的肉翅 就像蜻蜓的翅膀一样 不断震着 这两片薄薄的翅膀 显然不足以拖住他那两三公斤重的躯体 但却足以让他在惯性飞行的途中 微调飞行的方向 意识到了这点 方长的脸上浮起一丝动容 这玩意儿还会修正弹道 同一时间 指挥部内 通讯频道中传来防空阵地的呼喊声 我们遭遇敌方炮火反击 楚光冷静道 还剩多少人 三个 不 那个也不行了 只剩下我和另一名队友 通讯频道中时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爆炸 说话的那个玩家不断喘息着 看样子应该是受了不清的伤 另一侧的防空阵地也是一样 意料之外的远程火力 让正操作着防空炮压制年军坦克的玩家们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母潮居然点出了火力支援学说 听完了他们的汇报 楚光立刻向防空炮阵地派出了增援 与此同时 有小七远程控制的两架蜂鸟无人机 也分出了其中一架 顺着那远程火力的源头寻了过去 屏幕中 镜头迅速移动 很快 敌方火力的源头 暴露在了指挥所内众人们的视野之下 只见距离前线阵地 大约800米处 一座半坍塌的天桥腹旁边 停着四辆卡车 和之前那辆坦克一样 四辆卡车的身上 同样爬满了暗红色的军坦 甚至侵蚀的程度 比那辆坦克更夸张 向上抬起的货箱中 塞满了蠕冻的肉块 那些灯笼状的飞虫 正是从那货箱中发射的 楚光注意到 不断地有啃食者和肉红色的蠕虫 爬进卡车的车厢内 以自我牺牲的方式 向他提供合成有机体所需的有机制和能源 随着车厢内肉块的一阵蠕动 发出一声打嗝式的长鸣 很快又是20多只自爆飞虫被射向了天空 滑出一道道抛物线 砸向了玩家们的阵地 那些飞虫在空中震动着翅膀 寻觅着自己的目标 楚光眼中浮起一抹惊讶 好家伙 自动修正弹道的自杀式无人机 而且能一边生产一边发射 看着那四辆不断喷出一种的卡车 指挥所内的众人 纷纷露出凝重之色 这 一种居然还有炮兵 即使是见过些世面的瓦努斯 此刻也是一样诧异 显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离谱的怪事 那个卡车应该是繁荣纪元的移动式无人机计站 我记得好像是物流配送行业使用 瓦努斯在军事学院中学习的时候 了解过一点关于繁荣纪元的事情 不过对于一名军官而言 那并不是必修客 他也仅仅是有所耳闻 眉头紧锁地盯着屏幕 楚光沉声道 受到母朝支配的变种年军 具有极强的拟态能力 他们会模仿我们 也可能是别人的战斗方式 之前赫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只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那些年军不只是模仿 甚至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对战前文明的遗物进行了吸纳 从瘟疫歧视到瘟疫坦克 无一例外不是这类融合理念下的产物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那些变种年军不但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风潮社会 并且掌握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哪怕这些手段显得稚嫩了些 炮兵杯组注意 坐标 炮击五轮 密集弹幕 十二门八十八毫米迫击炮 分出了其中一半 朝着楚光设置的炮击坐标 宣泄了火力 一部分炮弹被建筑物栏下 砸在了大楼内或者高架桥上 但也有不少炮弹落在了目标区域的附近 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击 虽然并没有对那四辆卡车造成实质性的杀伤 但却炸死了大片排队送人头的啃食者和肉红色的蠕虫 自爆飞虫的投射速度减弱 被压制的防空炮阵地恢复了火力 另外四名玩家抬着两挺机枪 赶到了防空阵地上建立了新的火力点 任务从压制敌方地面单位 变成了压制自爆飞行单位 不过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在炮火的压制下 仍然有大量的啃食者 旱不畏死地向卡车涌去 将自己的血肉变成炮弹 楚光立刻做出了决定 炮兵A、B组、修正炮击坐标 徐进弹幕向西南方、五轮炮击 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 命令下达的同时 楚光立刻编辑了一条任务 发送到了前线阵地 大厦下方不远处 正趴在防暴掩体后面 与一种熬战的老白 戴在胳膊上的VM轻轻振动振动 一行淡蓝色的弹窗浮现 任务 在弹幕掩护下前进 摧毁敌方炮兵阵地 新任务 小队员 跟着我 老白扯开嗓门大喊一声 从弹药箱里 抓起几只弹夹 插在了外骨阁上 接着一边持续开火 一边朝着阵地的侧翼赶去 方长 垃圾军等一众玩家们 紧随其后跟上 很快一支食人队 从后面补了上来 接替了他们的防区 离开战场的中心 周围空气的温度 都跟着低了几度 换上了冲锋枪的夜时 追上了老白的脚步 新任务是什么 老白眼瞼一该道 摧毁敌方炮兵阵地 背上插着几只RPG 紧跟在一旁的戒烟愣了下 炮兵 一种还有这玩意儿 方长 狂风几个老玩家 倒是没太惊讶 毕竟怪事件多了 也就没什么好 大惊小怪的了 年军系一种的数量庞大 种类繁多 就算是啃食者 也能根据体积 速度 是否发光 区分出好几个品种 根据废土OL官网设定 集对变种年军的描述 拥有远程支援能力的紫尸体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老白没有回答戒烟的困惑 熟练地点开了 VM中的任务简报 将里面几张无人机航拍到的图片 分享给了小队的成员们 看着屏幕中的四辆爬满军坛的卡车 戒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好半天才挤出来一个词 卧槽 垃圾军倒是没有任何紧张 看到BOSS出现 脸上反而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 正面战场 他的爪子和肌肉派不上用场 但偷袭就不一样了 BOSS站 正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我们怎么过去 老白 走之前我们发现的那条小路 这几天都在做猎人小队的任务 周围这片城区可以穿行的通道 他们早就摸得门清 几乎是坏音落下的同一时间 时数发炮弹 接连落在了 他们右前方八十米远的街道 剑起的石子飞进两侧大楼的窗户 甚至落在了众人的脚边 老白神色一速 加快了脚步 手势示意小队员们跟上 火力支援来了 动作快 包括垃圾军在内 一共十名玩家 由老白带领的牛马小队 几乎代表着服务器的最强战力 一行人从阵地的侧翼出发 在弹幕掩护下 快速穿插到浪潮的后方 朝着敌方的炮兵阵地奔袭而去 此刻 战场的正面 激烈的枪声不断 一种一波接着一波地冲上来 似乎是铁了心地打算就在今晚 将玩家们的阵地撕成碎片 玩家们自然不会如这些畜生们所愿 在强大后勤的支撑下 凶猛的火力丝毫不减 盯着那辆抛锚在战场正中央的坦克看了半天 趴在防爆掩体后面的边缘 划水眉头紧锁 忽然 他心中一动 开口道 那坦克八成是节点生物 我们得想办法把那它端掉 周围的枪声向鞭炮 勉强听清楚队长声音的工地少年雨砖 大声喊道 啥 啥是节点生物 负债大眼 类似于腐朽骑士 能够支配附近其他子实体的特殊进化体 我在官网上看人讨论过 同一条战线上的峡谷 在桃岩鼠也喊了声 你们这情报可靠吗 边缘划水喊道 不可靠 但这些一种没完没了了 不解决掉它 我们怕是得和它们打到天亮 岩鼠给了旁边的精灵王富贵一个眼神 后者架起了RPG 深吸一口气 开启了热学视觉 瞄准了灰绿色浓雾中那一片闪烁的红芒 扳机扣下 只听嗖的一声 破甲弹拖着一道白烟急迟而去 轰在了那辆坦克的装甲上 火花炸裂 大片的军毯剥落 然而破甲弹的金属射流并没能穿透装甲 不远处的泉水指挥官大声喊道 别浪费弹药了 我试过 根本没用 蹲它旁边的战地佬 骂骂咧咧地补了剧 这护甲也太特么离谱了 五发RPG都没冒烟 就算是T72也没这么硬吧 它一时间竟是分不出来 到底是这坦克开了挂 还是这破甲单掺了水 战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头顶忽然传来刺耳的尖笑 那声音如同拉响的防空警报 并且正在飞速接近着 像极了挂在死亡尖笑上的风鸣器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边缘滑水猛地抬起头 脸瞬间绿了 脱口而出一具卧槽 只见一架一展近十米的螺旋桨飞机 正从不远处的大厦楼顶 朝着它的位置 笔直下坠 伊磊娜咽了口唾沫 那是 蚊子 那风鸣器分明是死亡尖笑火尖弹的同款 同样注意到了头顶的情况 负债大眼两眼瞪大 尤其是当他看见 挂在肌肤下方的那两枚又粗又大的航弹时 瞬间惊得花容失色 他想干什么 刺耳的喧嚣中 隐约传来了那放肆的笑声 哈哈哈哈 你们蚊子爷爷来了 曹 给爷起 飞机抖直地向下狂飙 操纵感已经扯到了大腿根 坐在机舱里的蚊子 双手扶着操纵感 咬紧了牙关 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祈祷 兴许是机器之魂听见了它的前程 机身和机翼一阵剧烈地抖动 那加速坠落的机头 奇迹般地抬了起来 蚊子心中一喜 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不只是因为过载 更是因为那自心底传来的欢呼 它征服了天空 压制着疯狂抖动的机身 和爬上眼球的血丝 蚊子用尽全身的力气 保持意识的清醒 双手扶着操纵感 看着画在挡风玻璃上的准星 一点一点地向那浓雾中的轮廓靠近 人头 是老子的 准星对齐的一瞬间 它猛地按下了头弹的按钮 两枚塞满了炸药的100公斤航弹 从天而降 如落雷一般 砸向了那辆抛锚的坦克 爆炸的火光与浓烟冲天而起 震散了浓雾的同时 甚至将它的飞机 往上抬高了机密 总算是稳定了机身 过载的感觉渐渐离去 抽空瞥了眼后视镜中 那一片火焰沸腾的街道 扶着操纵感的蚊子 终于缓缓松了口气 得亏老子选的是敏捷 螺旋桨开始加力 带着它的滑翔机 朝着更开阔的空域飞去 前线阵地上 滚烫的石子 如雨点落在防暴掩体的背后 爆炸冲击波将石块 沙子甚至尸骸一股脑地吹起 差点把前线的众人给埋了 峡谷在桃岩鼠 干渴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捡起了被水泥渣埋住的步枪 抖落了上面的灰 草 边缘滑水 吐掉了嘴里的沙子 晃着昏沉的脑袋 老子还以为被陷寄了 防暴掩体外面 滚滚浓烟一片 在纯粹的威力 与绝对的当量面前 在先进的护甲 也是白搭 更何况爆炸的中心 发生在它最脆弱的顶部 爆炸的冲击波 将装甲内的粘军 连同半条街上的一种 一并炸成了碎片 而剩下的一种 即便还活着 也因为失去了 节点生物的指挥 行动明显迟钝了起来 望着一片狼藉的战场 和那些失去组织的一种们 我最黑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 结束了 战地老木然点了点头 应该是 就算装甲能抗住 也没有生物 能从那种爆炸中存活 不远处 灰绿色的浓雾中 传来爆炸声 看方位 应该是敌方的炮兵阵地 那持续不断 骚扰着前线 和防空炮阵地的自爆飞虫 也总算是停下 想来是渗透到 浪潮后方的老白 他们发挥了作用 边缘滑水能感觉到 母潮大概是和他们 想到了一块去 将决战的日子 放在了今天 因此 从一开始 便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活 和决一死战的气势 但很显然 玩家们抵抗的火力强度 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浪潮正在退去 今夜的公事 看样子是要草草收场 然而 管理者会就这样放过他们吗 冲锋的哨声如预料中响起 边缘滑水 瞥了一眼胳膊上的VM 看着闪烁的任务弹窗 心中一袭 来了 最后的决战 任务 决战时刻 目标 摧毁65号街的母潮 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今日一水溺的盟主打赏 回家过元旦 今天串门的有点多 稍微晚了点 不好意思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